由于神是圣洁的 故此非圣洁的人是无法跟他建立关系的 为此耶稣基督就来到去拯救我们 叫我们脱离罪恶和他的恶果 通过耶稣基督的死 信徒被分别出来作神的子民 这个是地位上的成性 作为基督徒我们应该追求越来越圣洁 这个是循序渐进的成性 这个正是耶稣基督在约翰福音十七章十七节所提及的 其中神的说话乃为奠定成性必须的基础 基督徒的完全成性最终会发生在天堂 尽管基督的跟随者仍然在世上生活 但我们绝对是应该努力追求更圣洁 圣经就是圣洁生活的路线图 让我们思考基督的说话 求你用真理使他们成性 你的道就是真理 请你向神提问 亲爱的主耶稣 你能赐给我决心来过圣洁的生活吗 请你实践书学的真理 通过以下祷告来开始生的一日 神啊 请你给我决心来过圣洁的生活 请向别人宣告你的经验知识 请与其他的信徒分享你的经验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